我们当时认识一周年的时候 就在一起一周年 我觉得对于群绿 这是一个挺大的事 当时我就问他 周年纪念日 你给我送什么礼物呀 我给你送书的 我送一套书给你可以的 送一套书 对 他跟我说 送你一本书 让你多学点文化吧 我说那我在你眼里 我很没有文化嘛 那你还说我没有时间观念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 在社会上创业 这必须要提高 综合提高我们的一些 思维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准备 给他买一套书 你买了吗 我说送一套书给你怎么样 他说不行 他说不要 然后后来我就想 我以前听他说过 他喜欢吃海鲜嘛 然后我就带他去吃海鲜去了 那最后是谁买的单呢 最后我手机没电了 那你手机没电了 最后超时间啊 买单就没电了 他说他手机 那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你的钱不是我的钱 我们是一起开公司 钱要么你收 要么我收 都是一样的 那我自己请 我自己去吃好了 我干嘛要你带我去吃呢 听明白了啊 除了这个呢 他也就是 除了这个手机 我就来气 他的手机 经常会关机 就是我常常 给他发消息不回 打电话不接那种 然后再打下去 手机就关机了 觉得这样的 因为我们两个 生活工作都在一起 所以说有时候下班了 然后我就 希望有一点 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就会把手机 有时候会调震动 这都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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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把手机 我还会把手机 帮助